12月9日,据参考消息网报道着,日前,美国五角大楼已经宣布将才减约一半的非洲驻军,作为美军把注意力转向中国、俄罗斯等大国竞争对手的更广着战略的一部分。 针对这一消息,美国陆军非洲司令部司令表示,五角大楼减少驻非美军不意味着美军政策驻非洲,更不会影响美军在当地执行任务。 美国为了全球战略布局,需要在世界各地驻军,在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驻军,海外驻军规模达到27万人之多,而在美军的六大战区司令部中,非洲司令部虽然规模最小,但要担负的任务忠实不清,机会上约6000余名军人,分散驻扎在大约50个非洲国家,原本已经是人上活多,疲于应对。 非洲一直是美国反恐作战的主战场,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失去伊拉克和顺利亚的大本领之后,便开始向非洲地区转移。 世界警察的反恐作战任务也与日俱增,去年10月,尼日尔发生了一起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策划的伏击战,导致此名美国军人死亡,轰动全球。 这一事件发生后,正在大家为美国是否会增加助非美军而观望时,五角大楼突然宣布,将削电助非美军人数,在索马里、吉布提、利比亚等国,美军将完全撤出打击反抗组织的行动。 而在西非各国,美军的众心将从战术支援转向建议,协助及分享情报。 去年底,美国2018年版国防战略报告出炉,正式将中俄列为头号竞争对手,美国按照最新的优先级别重申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计划,作战行动和军事投资,以达到最佳选择,来应对美国国家利益所面临的与日至尊的威胁, 并做出了大国竞争比打击恐怖组织,更重要这一战略轮断。 今年1月,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,在解释国防优先级别时公开宣布,美国军队开拓了一个战略目的的时代,警惕着世界不断变化的事实。 大国竞争将是当时美国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,国防部将侧重裁军和减少中西非的作战任务,把军队部署到其他更需要的地区去,重点应对来自中国、俄罗斯之类和匹敌对手的威胁。 经过多次评说,目前已经有大约1200名驻扎在非洲的特种士兵,等待回国接受信的调遣,在随后三年内,或将再扯出1800人。 与之相对应的是,美国与俄中进行全球竞争急剧升级,或要为野越来越浓,美军从非洲撤军的计划正式实施,表明美军已经扯下了反恐这一位善面孔,正式进入大国战略竞争。 这一巨大转变,将使世界进入准战争状态,也许已为这新一轮冷战的到来。 战场乌鸦军,中俄已经没有更多的选择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